歡迎大家 江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 按讚 江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自己本身的問題是什麼呢 讓大家看到槍聲不斷 很多人的生命就命喪槍下 美國德州5月24號 也就是幾個禮拜前 才發生了一起讓大家非常震撼 小學裡頭居然發生了 重大的槍擊案 而且這槍手才18歲 當時造成了18位學童死亡 一名成人喪命 那這18歲的槍手 也當場遭到了擊斃 當時美國總統拜登 還發表全國的演說 說他受購這校園槍擊案 說失去孩子像是靈魂被撕掉 一塊一樣令人窒息 結果沒想到 又傳出美國10歲的小五生 他繡布槍 還預告說要大規模的 在學校開槍 拜登他其實在早年他也曾經承受過這個喪子之痛 但是現在面臨的是別人家的小孩 這些美國的小孩在校園 爸爸媽媽還開心看他們去上學 沒想到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拜登政府釋言要改善現在美國的槍支法 但是美國的槍案暴力依舊每天在發生 根據紐澳良警方表示 就在當地5月31號有一場高中畢業典禮 結果典禮完發生了槍擊事件 一死兩傷 為什麼呢 因為在畢業典禮結束之後 有兩名女性據說在校園裡頭發生爭吵 有人開槍演變成槍擊事件 另外呢 佛羅里達的警方表示 也有一名10歲的小男孩 他向朋友炫耀說買了4支的步槍 還預告說將要對自己讀的這個學校 小學進行大規模的槍案 警方獲報之後 立刻逮捕這名才10歲的男孩 大陸外交部呢 在舉行記者會的時候 有很多記者就問到了有關美國多地 包括了像芝加哥槍擊案 德州小學槍案 95號公路槍擊案等等 這麼多的槍擊事件 發言人 大陸發言人趙立堅表示 深切同情 我們對近期美國多地發生槍擊案 表示震驚 對無辜的遇難者 特別是未成年受害者 表示深切同情 根據美國密歇根大學此前的研究 射槍傷害 已經成為美國兒童和青少年的最主要死因 75%的美國青少年認為 槍擊事件已經成為他們最主要的壓力來源 槍擊泛濫 成為美國社會的顧疾 也是美國社會最大的人權創傷之一 好屢屢都在關注別人家人權 關注新疆人權等等 那美國自己國家呢 包含了槍支問題之外 還有種族的問題 美中關係現在很緊繃 在各方面都是軍事外交貿易 再加上呢 美國的COVID-19的疫情真的是非常的漫長 其實社會中 大家都是在承受這個壓力 你知道嗎 在美國現在更可怕的是 美國社會仇恨亞裔犯罪 最近幾年還真的升溫了 讓部分呢 這亞裔第二代啊 他們開始思考說 到底以後還要在美國生活嗎 有人乾脆說留學畢業之後呢 就不再回去美國了 這疫情發生以來呢 美國社會的仇恨亞裔犯罪案件 快速的增加 我們來看到 美國加州大學呢 一個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 他們有一個數據統計 2020年 也就是疫情爆發那一年 美國針對亞裔仇恨犯罪呢 增加了149% 結果呢 到了隔年2021年 這個反亞裔的仇恨犯罪 既然激增了339% 這是什麼意思呢 美國的學者評論說 仇恨亞裔事件的激增 這背後的根源 就因為白人至上主義 所以凸顯了這個美國社會啊 這是系統性的種族主義 還記得嗎 有很多的案件 受害者都是亞裔 二月中 35歲的亞裔美國女子李妍兒 她在紐約的公寓被人殺害 那從這監視器畫面 可以看到呢 這是兇嫌 這是李妍兒生前最後的畫面 原來呢 行凶的男子是一路的 在大街尾隨 然後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這報紙頭版 就是登出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名男子呢 不曉得什麼原因 他居然呢 就在火車的 紐約的這個月台上 把40歲的高姓亞裔女子 Michelle給推下月台 導致她當場被列車撞死的意外 雖然說這兩起案子呢 美國當局是沒有定調為仇恨犯罪 或者是種族動機 但是在美國亞裔民眾的心裡 難免產生一些聯想 人心惶惶 有一個非營利組織呢 叫做 停止仇恨亞太裔 Stop AAPI hate 他這個組織是做什麼呢 他就是要來解決 美國有那種很多你知道嗎 反亞裔啊 反太平洋島民的仇恨世界 不斷上升 從這個社會上來看 美國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最近呢 美國又很想在太平洋島國之間 跟這些島國來交朋友 其實中間呢 都有很多的溝通斷點的 我們再來看這個聯盟呢 他們從2020年到2021年 說收到了3795宗 都是發生在美國的亞恨 亞裔的仇恨事件 還有呢更可怕的是 美國有一些政客 不斷的把疫情政治化 所以也造成了很多 美國人排外的情緒 也成為美國社會 反亞裔仇恨事件激增的 直接推手 像是前美國總統川普 他曾經呢 一直拿著COVID-19來開玩笑 好說是什麼 空夫 就是這個什麼 功夫病毒等等 然後最嚴重的一個就是 他直接把COVID-19 稱之為中國病毒 2022年呢全美亞裔美國人 社會追蹤指數顯示 你知道嗎 有21%的美國成年人表示 他覺得亞裔美國人 必須要對疫情負部分的責任 33%的亞裔美國人 美國人認為亞裔美國人 對於他們原國籍 就是你可能來自韓國 你可能來自中國大陸等等 的忠誠度高於對美國的忠誠度 好那執行這項調查的這個董事會成員 滬田 Eric Toda 他就告訴NBC新聞說 這個民調的意思呢 其實就是 確認了一句話 永遠的外國人神話的一個偏見 好就是說很多美國人對亞裔呢 不論說他們是不是出生在美國 都會被視為他們是來自於原國籍的 好在今天呢韓國的天團 方彈少年團BTS 他們造訪了美國白宮 同時也見了拜登 在呼籲停止仇恨亞裔犯罪 也強調說不一樣並沒有錯 那BTS呢在白宮記者團前面現身 其實短短的時間 但是你知道嗎 這影片真的是爆紅啊 超過了30萬人次 在我們截稿前 就已經超過30萬人次 觀看白宮的YouTube頻道 這個數字已經是這個頻道 一天流量的10倍以上 今天我們要來講 我們要來講 一天的愛人的偽罪犯罪 和尤其是非常有意義 和尤其是非常有意義 現在我們要來講 一天的愛人的偽罪犯罪犯罪 今晚會有很多人 受到訪犯罪犯罪犯罪 也很感動 而且還是很高興 這件事 都會很緊急 但是我們要來講 我們要來講 這場的聲音 今天我們要來講 這場的聲音 請你來講 歡迎來 來吧 我們來講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your decision like such as signing the COVID-19 hate crimes act into law so we just want to be a little help and we truly appreciate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government's trying to find solutions people care a lot about what you say and what you're doing is good for all people not just your great talent it's the message you communicate it matters 好不論是BTS還是拜登其實呢這公眾人物的一言一行當然都是會被放大來檢視的 因為他們具有影響力但是呢每一次在講話之後老是被白宮更正美國總統拜登說怒了 美國媒體還大爆料說拜登呢很生氣的告訴幕僚誰才是總統我才是總統 好美國拜登呢素來我們都說他常常失言常常口誤講錯話 好常常有這個驚人的發言導致說白宮幕僚事後都要開記者會來澄清說 總統剛說的不是這個意思總統沒說過這類的話 但是美國媒體NBC就大爆料有很多位白宮匿名的幕僚說 拜登呢對於幕僚這一些澄清行動啊他很不高興認為呢你這樣不是損害了我身為總統的可靠性嗎 那拜登也提到了對於不斷下滑的民調他感到非常的憂心 但是最近呢美國國內這個民生社會的問題槍支暴力問題層出不窮 拜登政府似乎對於挽回民心好像無力是從 美國總統拜登是知名的實驗製造機他過去多次公開發表讓外界摸不著頭緒的言論 而最近一次引起全球熱議的就是東京這番言論 白宮事後立刻澄清美國對台的戰略模糊政策不變 不過美國媒體NBC指出白宮的善後恐怕觸怒了拜登的敏感神經 NBC訪問多位匿名白宮幕僚報導 拜登對於白宮多次的澄清行動非常憤怒 一段即興發言讓助手必須出面澄清 拜登並沒有要求普丁下台的意思 拜登認為這破壞了他直言不諱的形象 並且扼殺了他身為一國元首的可靠性 而最糟的是這讓共和黨人認為拜登還沒完全掌握總統大權 不過損害拜登威嚴的還有國內堆積如山的危機 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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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察德州小學槍案遭到民眾嗆聲 近期發生的德州槍擊案正提醒了美國民眾 拜登政府無力通過槍制管控的相關法案 在拜登任內不只通膨率達到40年來新高 受到惡務戰爭影響油價也屢創新高 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更是突破百萬 他們知道這是一個關鍵的選擇 這是現在的最高的經濟優勢 所以當你看見投票數字 你可以看到拜登的數字是在困難 因為人們的視乎負責任的經濟 訪談中提到拜登對於支持率不斷下滑 甚至接近川普感到不安 最新民調顯示在亞洲行之前 拜登支持率還有42% 沒想到24號回到美國當天 民調直接掉到36% 也是他任內最低支持率 不只美國民眾對於拜登感到失望 報導表示 就連民主黨自家人都對如何打贏 其中選舉感到茫然 拜登能否順利獲得2024總統選舉 黨內提名恐怕都是一個問題 記者劉嘉宇報導 好了 未來要挽救拜登自己的民調 接下來的對華政策 他會不會更硬呢 從川普開始打著反中牌 推台灣牌 那現在拜登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大陸外交部其實呢 有做出了三度的回應 尤其是對於 布林肯對華政策的演講 對於美國抹黑的不實謠言呢 趙立堅也駁斥認為這些都是世紀的謊言 同時大陸呢也舉出了美國的四大惡行 來反擊美國實在是無底氣 對中國的指手畫腳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呢 他舉出美國到底有哪四大惡狀呢 好 包含了第一點種族歧視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很多有關於反亞裔 再來呢就是對於疫情的抗疫不利 躺平抗疫以及槍擊案 還有呢 武裝侵略 來回應美國對中國的種族滅絕 還有反人類罪等等的造謠抹黑 那麼現在呢 美方自己問題也很多 但是老是好像想當世界警察一樣 一直在抓著中方的這個人權議題 趙立堅回應 美方想甩鍋 其實都是美國自己洗不盡的原罪 他也質疑你們到底哪來的勇氣 你買物化器呢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8坪以上的5到6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爆的團隊代碼